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来录八月份的爱用品 这个一说到八月呢,时光荏苒 今年已经过去八个月了 现在已经是九月份了 不知道我姑娘们对这样的想法 对时间过得这么快,有什么想法啊 我八月份呢,low buy实现的比较失败 因为就是想买的都买了 基本上是算是没管住自己 一个是呢,八月份我过生日 所以就想着说,过生日就随便买买吧 让自己开心一下 再一个呢,就是八月份我陆续续开始出差了 所以很多事情呢,就压力有点大 压力一大就真的难免的去想要买东西 所以就是这么回事 还有呢,就是因为最近实在是太忙了 本来是给大家都是一周两更的 现在就勉强能做到一周一更 对,希望姑娘们还是继续关注我的频道 继续支持我吧 好,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马上开始讲今天的产品 主要是彩妆还是护肤 然后我们主要是讲彩妆这次 护肤的这些产品呢 之前有给大家陆陆续续提到过 在这里就总结一下 但是彩妆呢,都是新品新买的 好,那我们就马上开始 首先说眼影 眼影呢,首先我要说香迪卡的 这两个单色的眼影 是他们家去年秋冬的时候 出了一系列非洲的那个 宾威保护动物的那个眼影 眼影的质地呢,非常非常的好 好像是有那么六七个颜色吧 是一个姑娘给我种草的 前一阵子香迪卡打七折的时候 我收了两个 做了各种功课之后 买了两个 一个是穿衫甲 还有一个是犀牛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质地啊 首先就是不得不说 香迪卡真的做到了 就是贵妇的品质 这个眼影拿在手上呢 就觉得哎呦,怎么这么精致啊 不仅是画面 封面上的这个 黑白的图片 非常的漂亮 还有就是这个 topping做得非常好 还有就是里面的质地 大家看这个质地 我之前在Instagram 给大家刷过色了 这里再给大家刷一次色 这个穿衫甲这个颜色呀 真的非常非常的特别 你看看里面的印花 也是非常的精美啊 用的时候都有点舍不得用 首先说它的质地 是比较干的那种粉状 它不是那种很粘腻的 但是上眼睛之后呢 也不脱妆 就是戴妆的效果也蛮好的 在我的眼睛上 就是跟其他普通的眼影一样 没有什么特别 惊人的持久效果 但是也不是说 很快就脱妆了 这个穿衫甲 这个颜色就很妙啊 你看它是那种 紫色又带一点点粉色 但上面又浮着一层 银色的这种颜色 这个颜色呢 可以当单独的 一个眼妆的眼影 也可以搭配在其他眼影上 做topping 就这个眼睛非常非常 这个眼影非常美 而这个颜色也蛮独特的 的确是比较少见 这个颜色的眼影啊 所以这个颜色我非常喜欢 另外我们来刷一下 这个犀牛这个颜色 犀牛这个颜色 也非常特别 我之所以只买这两个颜色了 我觉得这个系列里面 这两个颜色是最特别的 你看犀牛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呢 它基调是非常冷的 那种灰黑色 但它又有一点点 橄榄绿在里面透着 同时又有一些 银色和蓝色的一些 glutter在里面 所以就是这个颜色 就又蛮妙 它有一点点shift 不是一个纯的灰黑色 或者怎样 所以这两个颜色 都是比较特别 所以我才买的 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美 不管是质地啊 晕染度啊 持久度啊 这些就是香妮卡的品质 还是都做到了 再一个就是颜色 非常非常特别 所以这两个眼影呢 我非常推荐给大家啊 那个系列 它总共有那么几个颜色 我觉得其他颜色就 就首先都很好看 再一个呢 就是其他颜色 就是我好像在哪都有了 但是这两个颜色 就感觉好像在哪都没见过 所以穿衫甲和犀牛 这两个颜色 推荐给大家 好 香妮卡这个眼影 真的是就是给眼睛上穿礼服的感觉 晶晶亮 非常的美 好 接下来说一个眼影盘 这也不是一个新的盘子了 但也是这个月 我新买的8月份 就是Tom Ford的这个29号 叫做 Nor Bumi 不知道怎么念 这法语的 反正这个 Tom Ford家的眼影 凡是法语的都不会念 就是这么回事 29号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颜色 就是比较偏冷掉的 一盘巧克力 灰黑色吧 这个眼影呢 说一下我为什么喜欢 首先 它带一个这个Egg White 这种打底的颜色 可以给你把眼部打一个底 所以就不用再单找 其他的眼影盘里面 或者单色的眼影 给眼部打底了 就是敷一层 好上色嘛 这个颜色非常非常的好 就是不偏黄 也不偏白 用在我这个 鸡底色的眼皮上呢 就刚刚好那个颜色 对 好 这是它 其次我非常非常喜欢 这两个 Satin Finish的颜色 给大家刷色啊 这个 首先 右上角 右上角 这个颜色 是 看起来好像是 棕色啊 但其实 它是那种 很浅的棕色 里面又透一点点 Olive的那种颜色 所以 这个颜色上演之后 非常好看 我今天眼睛上用的 就是这个眼影盘啊 就是四个颜色 全部用到了 然后再来刷这个 巧克力色的 这个 Satin Finish 这两个颜色呢 都有一点妙 就是 说不上来 在哪儿见过 但是好像在其他 眼影盘里 也都找不到 上演之后呢 就是有那种 高级感 它这种 丝段般的光泽 我觉得是非常的美 它不是 Baked Gel 质地的那种 丝段光泽 比那个丝段光泽 更低调一点点 就是普通的 Satin Finish的光泽 但这个颜色 你看 涂在眼上 就觉得 哎 很高级 最后说一下 它 右下的这个 深咔黑色 这个颜色呢 就是 首先 它是雾面的 再一个呢 它的确没有 那么好晕染 我看很多人 吐槽这个颜色 我也不想夸 这个颜色 因为 这就是一个 在这一盘里面 这种配色里面 它必须要有的 这么一个颜色 但是它的质地呢 就是比较一般 比较干的那种 Matte Finish的质地 就是你 刷子蘸的时候 就轻蘸一点 然后在眼尾 稍微加深一点 或者是你如果 画眼线的话 就没问题 干湿两个都可以 但是如果你要想 大面积的晕染呢 我觉得这个颜色 是会出问题的 因为它不是 那么容易晕染 它非常非常的干 但是就是 没有那么容易晕染 比PAT家的那个眼影 是好晕染一些 PAT家的那个雾面 我就无力吐槽 但是比什么呢 它是Denona家的那种 深色的 那是肯定是 力不能及 那个晕染的程度 所以它就是一个 比较普通的 没有那么好晕染的 一个深色眼影 在我这里呢 不是那么有问题 因为这种颜色 我不会大面积地用 再一个我就在眼尾 加深一点点 用一个小的 尖一点的刷子 你看我今天 就是这样子用的 所以我不觉得 它晕染有多么大的困难 因为你只占一点点的时候呢 晕染力是没有问题 但如果你想要 大面积的话 烟熏妆的话 就给姑娘们提个醒 这个颜色 是不太适合那样做的 因为它毕竟 晕染力有限 容易结块 所以好 这就是这一盘 我非常非常喜欢 我终于入它了 它是去年初的 好像是我一直惦记着 没有买 然后斯普兰 前两天打折的时候 就只买了 这么一个产品 其他啥都没买 对就是它主要 吸引我 就是最吸引的 就是这两个颜色 对 这两个颜色 如果里面又要挑一个的话 那就是这个颜色 真的非常非常美 今天已经想用的 就是这盘 好 推荐给姑娘们 这个真是 我觉得首先呢 嗯 就是冷色调的眼影吧 是和亚洲暖黄皮的 不太容易找得到 再一个 这盘即使是在 TOM4所有的眼影盘里面 我觉得也都算做得不错的 哦对了 之前做的 TOM4眼影盘的大排名 连接放在下面 依供姑娘们参考 还没有看过 我之前视频的姑娘啊 欢迎去看哪只视频 好 这是它 接下来说一个腮红 腮红呢 就是这个 Nud Stick 这支叫做In the Nude 是它的Matte系列里面的 叫做In the Nude 它其实是 All over face color 可以做眼影 可以做腮红 可以做口红 但是我觉得我用了 其他的方式 尤其是做口红的 不够滋润 还是做腮红比较好 这个颜色啊 给大家看一眼 这个颜色呢 比较妙 首先在管子里面看 它这个颜色 就是一个比较 偏core的一个 玫瑰色 但是你看 画在手上 其实是这个颜色的 画在脸上 是这个颜色 就是晕开之后啊 是这个颜色 给大家晕开之后 看一下手上 看一下效果 对吧 就是脸上这样的效果 它这个颜色呢 其实core的基调 是非常非常重的 我觉得 与其说 它是一个红色的 偏红 对下红带 core的颜色 不如说 它是一个core的基调 然后又加了一点 红调在里面 这个颜色非常适合 现在这个季节 首先其一 第二 它的质地 我非常的喜欢 我不觉得它是 非常非常的matte 但是它的持妆力 又非常的好 还有它在脸上 尤其是晕开之后呢 你看它其实是 更偏coral 偏橙 偏橘 那样的颜色的 这是非常提气色的 一个颜色啊 我叫它元气色 所以这个 in the nude 这个颜色 哎呦 的确它很 很nude 很裸嘛 没有那么的裸 但是在我心中 就是如果再裸一点的话 就是要再土一点 土橘色那种 虽然是比较裸的 这个我觉得 它不是特别的裸 还是很青春 很元气的一个颜色 所以这个颜色 我强烈推荐给大家 这一款 又不知道要用到 天荒地老了 但是我觉得这是 所有的 nustic家的 这个腮红里面 我最喜欢的一支 叫做 in the nude 就是我喜欢画 偏自然一点的妆效嘛 自然这个也是 更符合我的口味 这个也推荐给大家 好 这是它 好 接下来呢 说两支 唇彩 唇彩呢 大家可能已经都猜到了 这是我之前在instagram上 给大家也都 放过图片 推荐过的 首先呢 就是伊利亚家 新出的这个 叫做 balmy gloss 它是 tinted lip oil 里面 最喜欢的这个颜色呢 就是它这个 scent 啊 这个颜色太好看了 看着好像蛮深的啊 但涂在嘴唇上之后 就是给嘴唇上一层淡淡的 橘红色那种颜色 非常的juicy 然后无色无味 就没有任何的味道 有一些产品的这个 嗯 lip balm 或者是bomb oil里面的 都喜欢添加一些 什么水果的油味 里面有一些水果的味道 比如说我接下来 想说的这个 VCR加的 就是这个 那个样子 但是这个里面 就是没有任何的味道 而它里面有 honic acid 就是给你嘴 很有烹饪的效果 的确是非常非常的滋润 我现在 出门 如果带它的话 就不用润唇膏 就随便一涂 就嘴可以滋润很久 而且它不是像其他的一些 唇彩或者唇釉一样 它那个颜色会掉 就是你刚涂上的时候 有颜色 等一阵滋润进去之后呢 好像就 那个颜色就没有了 比如说派的家的唇釉啊 好像就是那样子 这个颜色是一直会有的 而且你 隔个那么一两个小时之后 它滋润进去 你就再涂一层 然后那个颜色就还是会有 所以这个颜色 首先这是它 所有的颜色里面 我最喜欢的颜色 也是用在我们亚洲 暖黄皮里面 最提气色的颜色 但它同时又不会 overwhelming 不会抢戏 就是你不管画什么样的妆 只要涂这个颜色呢 就觉得 是你的嘴唇的颜色 只不过稍微又红润 又鲜艳一点点 对 所以这个颜色 我是非常的喜欢 而且我觉得这个颜色 也是春夏秋冬 四季皆宜的 只不过 这种glossy质地的口红呢 我只是在 天气比较热的时候 涂 要一到了秋冬变冷 我就不想用这种亮面的颜色了 但是 在这里就强烈的推荐给大家 这个颜色 是我最喜欢的 Scent这个颜色 好 这是Illia Illia的所有的产品 我其实都挺喜欢的 这次 所以它一出新品 我马上就买了 好 接下来说 VCR的家的这支 唇釉 这个唇釉呢 其实也不是新品了 好像是今年夏天 初夏的时候 它出 也是几个月前 出的新品了 我就买了一个颜色 当时出了三个颜色 我买的这个颜色 叫做 Scarl 这个颜色呢 有点妙 首先 直接说他们家这个包装 这种椭圆形的质地 所以就是拿在手里 尤其是这么拧开的时候 还挺有质感的 再一个呢 就是蛮有重量的 所以就觉得 很有质感 而且他们家的唇釉也不贵 这一支好像只有18美元 我记得 真的是 挺好的 然后说一下 这个颜色 给大家在手上刷一个色 这个颜色呢 看起来就是相对成熟一点的 那种 橘棕色 但实际涂在嘴唇上呢 它的颜色非常的清透 是基本看不出来有什么颜色的 里面有这种 亮亮的 金色的glitter 不知道能不能看出来 手上刷色好 看不出来 在管身里面 对 你看 是能看出来的 我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喜欢用 这个唇釉里面含glitter的 含glitter的这种唇釉的 我总觉得那个glitter在里面 是有那个颗粒感 涂在嘴唇上 非常的不舒服 以这个分体的那个唇釉为代表 我知道姑娘们都很喜欢他们家的唇釉 显得嘴唇很丰满啊 很亮啊 很好看 但是每次我用的时候 它里面那个glitter在我的嘴上 我都觉得颗粒感太明显了 我非常的不喜欢 万一吃到肚子里 我还觉得不太健康 这个 这个glitter呢 就非常非常的细 但同时你也能看得出来 它是有比较大颗的颗粒的 不像是那种非常细腻的那种 glitter就是你完全感觉不出来 你是能感觉到出来有一点点颗粒感的 但是那个颗粒感呢 不足以让我觉得 哎呀 白爪挠心怎么这么烦 再一个 这个呢 它就是典型的那种 颜色会褪去的 look gloss 就是你刚涂上的时候 就有一点点淡淡的颜色 本来这个颜色就很清透啊 但是 涂上半个小时之后 你再照镜子就发现 哎 好像那个口红的颜色就快退去了 但同时只给你一层 非常非常淡的 让你的嘴唇很健康的那种颜色 同时它这个金色的glitter在里面呢 也显得还挺贵气的 所以这大概是我唯一的一支 喜欢的里面 有颗粒感的glitter里面的唇釉 在这里推荐给大家 蛮成熟的一个颜色 但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接下来也就要进入秋天了嘛 我觉得这个金色的秋天 它也是非常适合的 好 这就是 所有的彩妆了 那说一下护肤品吧 护肤品首先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 Indie Lee的这个身体的scrub 这个是之前 Detox Box的那个 盒子里开出来的 这个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它是Coconut Circus Scrub Polish and Perfect 里面是有这种 糖的 它里面全是糖的颗粒 然后有非常强的 这种Circus柠檬的味道 但同时呢 里面又含有Coconut Oil 所以就是你洗澡的时候呀 把它在身上 就这么摩擦 摩擦之后呢 那个糖会化掉 糖会化掉之后 就会release 它那个Coconut Oil 在你身上留一层那种油膜 那个油膜是完全不让你感觉到粘腻 觉得烦的话的那种膜 反而是让你觉得很有保护感 但同时又比较清爽的那种油膜 然后 冲好了之后都不用涂这个 身体乳这一天下来 身上都觉得皮肤软软的 然后非常的保湿 这一盒呢 原价不便宜要40美元 这是我目前用到的最喜欢的身体的磨砂膏 没有之一 对就是不管是从味道 使用感还是使用之后的体验来说 都是我最最最喜欢的身体磨砂膏 在这里推荐给大家 盒子里 就是拿到这个产品 觉得还蛮兴奋的 没有买到那个盒子的姑娘们呢 我就把detox box的那个 detox market的它上面那个链接给大家 非常喜欢 好 这是身体的一个磨砂 好 接下来说一个面霜 就是说这个Cray Beauty的这个面霜 叫做 Oat So Simple Water Cream 这个面霜呢 我用了整整一个月 之前看很多人测评这个面霜 说它的保湿力不太够啊 但是我在这里要给它证明 我觉得它的保湿力非常的够 如果涂一层觉得够比较轻薄的话 那就请涂两层 这个我已经完全空瓶了 留着这个呢 想给大家做品牌的专辑 接下来我想给大家讲一下 Cray Beauty 我用了它们所有的产品的心得体会啊 就一定要用到空瓶之后 再给大家讲心得 这个产品首先是无色无味 无香精 就它的成分只有六个 所以是非常简单的成分 再一个它的保湿力 我觉得挺够的呀 像我在这儿 加州比较干燥的夏天 我觉得也挺够的 这个保湿力 没有觉得它不够保湿 真的 我一般就是白天涂一层 晚上涂两层 当然可能我用的量也比较大吧 所以我觉得它的保湿力是足够的 吸收的非常好 然后就是挑不出来毛病的 做的很基础的 很保湿的一款面霜 价格也不贵 我对Cray Beauty的这个 好感度是非常高的 而且是80毫升 这么一大罐 我用了一个月 就早霜 日霜晚霜 都是用它 一个月用完的 我觉得非常好 在这里推荐给大家 今后做品牌专辑的时候 我估计会继继继续吹 好 这是它最后一样产品了 是一个头发上的产品 就是这个Underlue的 这个Hair Mask 这一小罐呢 我之所以买它 是因为我要出差的时候 在路上 想戴那个护发素嘛 就发现它是个便气装 很好用 我是在Whole Foods买的 但其实在网上 各种购买的途径 也都很多 它很便宜 只有2.5美元还是怎样 就不到3美元的样子 但是这一个呢 44毫升 我是短发 我可以用个五六次的样子 我是用了一个多月 就是每周只用一次 所以它用完之后 对头发的改进和改善 是就是手摸得到 是一次之后 就可以体会到的 头发的那个弹性 会非常的强 我之前一直不明白 就是有个人说 增加头发的弹性 到底是什么意思 用完了这个之后呢 我能感觉出来 就是你摸头发 这么捋头发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 那个头发是有韧性的 那个弹力是存在的 所以对头发的韧性 还有这个保湿力的提升 是非常非常强的 这个Hair Mask 便宜大碗 非常好用的 如果你是长头发的姑娘呢 这个可能三次也就用完了 因为我是短饭 我大概是用了六次 六个星期用完了 已经回购了 而且也不贵 只有不到三美元 真的是非常实惠 又好用的一个产品 推荐给大家 好 这就是所有八月份的 爱用了 彩妆和护肤都在这里了 希望姑娘们看得还开心 喜欢这些视频的话 欢迎点赞留言加关注 另外别忘了去看一下 我的Instagram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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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